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联发科9月下旬正式推出年度重磅产品 天机9500旗舰5G智慧体AI晶片 作为天机家族新一代旗舰 天机9500延续高智慧、高效能、高能效、低功耗的核心基因 不仅在CPU、GPU、NPU、ISP四大核心单元实现架构及革新 打造超强算力 同时在端策AI、行动游戏、专业影像和高速通讯等关键应用场景 实现多维突破升级 具体来看 作为旗舰晶片运算中枢 天机9500的CPU架构围绕效能跃升加能效优化 展开全方位革新 已将PC级运算体验装进用户口袋 天机9500延续并升级天机全大核设计 同时引入PC级SME技术 让运算效率和能效全新升级 其采用台积电第三代三奈米制程N3P工艺 集成超300亿电晶体 复杂度创天机旗舰晶片之最 在效能方面 天机9500的CPU实力 堪称旗舰标杆 据Geekbench跑分显示 天机9500单核跑分突破4000分 成为天机旗舰系列晶片中最强悍的单核跑分 达到了与苹果最新发表的A19 Pro 单核4019分相当的水平 多核跑分较上一代天机9400提升17%以上 达到了11217分 并且超越了多核得分1154分的苹果A19 Pro 因而实现 无论单任务处理如大型APP启动 文档渲染 还是各类多任务并行 均能保持流畅响应 这一效能表现的背后关键 在天机9500块取记忆体架构的深度升级 即一级快取记忆体容量翻倍 三级快取记忆体提升33% 通过扩大快取记忆体空间 减少资料与记忆体的交互频次 让运算效率大幅提升 此外 在智慧型手机领域 GPU正朝着高能效 强效能等方向发展 不仅是绘图渲染的核心 还决定了游戏流畅度 与画面质量等 对此 天机9500的GPU升级可谓年度惊喜 不仅延续光追技术领先优势 更通过架构革新 能效优化 将主机及游戏体验 带到行动装置 在效能与架构方面 天机9500搭载新一代G1 Ultra 其峰值效能相比前代 预计提升33% 同时 峰值效能功耗下降42% 为行动装置主机及 绘图渲染能力打下基础 其中最关键的技术升级 便是推出了全新的 GPU Dynamic Cache架构 通过快取记忆体配置权限的开放 让游戏开发者可根据游戏场景需求 基于天机9500的GPU自主控制 快取记忆体使用大小与资源使用生命周期 大幅优化频宽占用并降低功耗 进一步提升游戏效能与功耗表现 作为天机9500打造主机及游戏体验的关键 其光追渲染能力再次实现两大关键突破 首先 光追渲染效能较上一代翻倍 在专专业3D跑分3DMark的SolarBay Extreme测试中 效能提升119% 同时 天机9500GPU的光追帧率 再次实现跨越式突破 从天机9400的90帧提升至120帧 成为首款支援120帧 光追的行动装置晶片 以暗区突围为例 在开启最高画质与光追效果后 天机9500能稳定运行120帧 光影细节如反射 阴影更接近真实物理世界 同时保持低功耗 让玩家无需在画质与流畅之间做选择 除了光追技术 天机9500还是首款支援主机及虚幻引擎 5.5Night技术和5.6Mightlight技术的 行动装置旗舰晶片 其中虚幻引擎5.5 可将游戏模型三角片数量提升至千万级 让游戏场景细节如树干纹理 建筑结构更细腻 同时天机9500 还通过天机倍增技术3.0 实现60帧至120帧的插帧优化 在永结无间 元神等热门游戏中 既能保持满帧流畅 又能降低30%至40%的功耗 让长时间唱完成为现实 目前天机9500已与多家头部游戏工作室达成深度合作 随着跨端游戏趋势的兴起 越来越多PC主机端游戏将通过优化适配行动装置 而天机9500凭借领先的游戏技术将成为这些游戏落地行动装置的核心支撑 进而推动跨端游戏产业发展迎来新的飞跃 此外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不断发展 终端设备将承担更多的运算任务 AI算力正成为端侧大模型部署应用的重要硬体基础 同时 手机AI智慧体技术也迎来突破性进展 从单纯的对话和内容生成 向能自主理解用户意图完成复杂任务的执行型助手演技 端侧AI的实验更低 隐私性更好 成本更优的特性 正加速其成为创新焦点 在这一趋势和技术升级需求下 天机9500通过双NPU架构助推端侧 AI体验 即以超效能NPU与超能效NPU的协同 实现高效能预算与低功耗常驻的全覆盖 让端侧AI应用从长线级走向实用级 效能层面 天机9500的超效能NPU990 效能较上一代翻倍 峰值功耗下降56% 在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 AIBenchmark跑分中 斩获15,015分的行业最高分 天机9500的双NPU架构 不仅解决了算力与能效的矛盾 更通过生态合作 让AI融入日常的系统任务和相机拍摄等应用 进而将推动端侧AI的普及和使用率进一步提升 随着业界升级ISP搭载高规格感测器 并结合AI演算法等 影像已成为旗舰手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赛道 在这一方面 天机9500通过全新ISP架构与AI技术的融合 在高画素拍摄 影片录制 抓牌追焦三大场景 实现全面突破 恐成为行动影像起飞的力量 此外 天机9500影像的另一大亮点影片录制 通过首发4K60帧电影级人像渲染引擎 成为行业首个支援4K60帧人像影片录摄的晶片 不仅帧率更高 画面更流畅 还能叠加电影级效果 如电影级光斑 色彩滤镜等 让用户无需后期剪辑 即可拍摄出具有电影质感的影片 由此可见 天机9500在高画素拍摄 影片录制等方面的影像能力 已处于业界领先地位 并且与苹果iOS产品不相伯仲 放到整个安卓阵营来看 在拍照领域 安卓已全面超越iOS 在影片领域 以天机9500为代表的旗舰晶片 正通过4K60帧电影人像等功能 帮助安卓阵营实现了单点突破 随着更多安卓厂商聚焦影片优化 未来一年至两年 安卓阵营将在影片拍摄上 全面对标甚至超越iOS 总体来看 在技术迭代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下 全球智慧型手机旗舰晶片 正加速向高效能 高能效与强AI处理等方向升级 联发科此次推出的天机9500可以说是在效能 功耗和AI能力上再度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首度超越苹果最新的A19 Pro 并有望在与接下来的高通新一代 骁龙旗舰行动平台竞争中展现出恐怖的实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